在荒漠草原 体验牧民的放牧生活 你听着再啪一声 然后那个羊群就往那边跑了 看云中桥梁 悬崖上的真丧寺 我现在其实是站在一个 悬崖峭壁上的建筑物上 学传统藏香制作 四百多年了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大好河山之 三级阶梯看中国第三级 世界屋脊上的生活 正在播出 中国地形的第一阶梯青藏高原 平均海拔四千里左右 这里气候寒冷干燥冬极漫长 大部分地区是荒漠草原 这样的自然环境 造就了高原居民勤劳勇敢 粗犷豪迈的性格 和适应严酷自然条件的生存智慧 行走于喜马拉雅山北路的 日喀泽港八线 常常能看到雪山硬撑下的草原上 悠闲放牧的牧民和密室的牛羊 你看这边就有一大群羊 前面就是雪山 羊群就在雪山后面跑着 特别的漂亮 就好像珍珠撒在这个草原上一样 而且那有两个放羊的人 我们上去跟他聊聊 在来港八之前我们就听说 港八羊肉是西藏的名产 是历代班产举行重要会议室的制定公平 我们来到的地方是港八县孔马厢的孔马村 你能听懂我的普通话吗 听得懂 你会说普通话 我会说 因为我以前当本兵的 所以会讲普通话 就是 我们刚才看到这一群羊 然后就过来了 这羊羊都是你们家的吗 就是我们家的 我们家里有六百多数 我们见到的这位放牧的大哥叫石柜 他家就住在这片牧场的附近 石柜大哥告诉我们 他家虽然有六百多只羊 但在当地只能算是中等规模 最多的牧民人家羊有一千多只羊 我发现这边的港八羊 好像腿都特别细长 能不能抱一只来给我看看 那那个羊就围出来 围出来就抓一团 围出来 这是围成一个圈 围成一个圈 要后来就抓不到 港八羊的体型比其他品种的羊要小 因此动作也更加灵活 要将六百多只羊 擀成一个圈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一过来他就跑了 但是你看他们现在已经慢慢 有一个圈的感觉了 这边走过来 这边走过来 就在我前面 但是他们看到大哥一点都不害怕 看到我反而有点紧张 那边那边抓住一只 你看 他的腿很细 我摸一下 他都不太开心 这是一头公羊 你看他的羊脚多漂亮 我现在跟他近距离接触 也没有闻到很浓烈的羊身上的味道 就是羊肉很稍微 这也是他的特点吗 就是 没有山眉 肉就细难 味道鲜美 是港八羊肉的三大特点 据石柜大哥介绍 港八形境内生长着 贝母 紫草 雪莲花 等五百多种药用植物 放牧时 羊群经常能够密集到这些植物 而羊群营用的水源 则是天然的矿泉水 当地人相信 证实这些原因 才让港八羊肉有着自己的味道 好响啊 就像一个鞭炮炸开一样 与石柜大哥一起放牧 我们的记者 对石柜大哥手中 赶羊的鞭子产生了兴趣 这根用羊毛编制的软鞭 是牧民放牧时 驱赶牲畜的一种工具 软鞭中间的一段鞭的较大 可包住一小块石头 使用时 手提软鞭的两头 套上石头 快速旋转几圈 将石头甩出 可以打得很圆 你听到再啪一声 然后那个羊群就往那边跑了 这两个这样子一起拉起来 羊群走起来过后 这个一放 这个是可以放了 这个不放 这个要放开 就等我轮块的时候就放开它 就是 这样 放 放 石头放在这个位置 由于出手的时间没有掌握好 石块没人甩出去 在石柜大哥的悉心指导下 我们的记者进行了第二次尝试 打过去了 虽然我已经很时间 很时间往前抡了 但是既没有抡出来 大哥刚才那个响声 也没有把石头抡得特别远 据石柜大哥介绍 港八县石日喀索市的重点牧区之一 畜牧业是当地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作为牧民 他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各种牧羊的技巧 说一说的话 阳情都走远了 帽子被挂掉了 这里的风其实还真的是挺大的 你瞧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好奇 这帽子也没个大 为啥没掉呢 结果风一吹帽子就被胚掉了 这样的时候多吗 你这么帅的帽子被吹掉了 我们这个地方风大 也是一个比较 海拔还高嘛 由于海拔较高 港八县的秋冬季节寒冷干燥 而且气风频繁 考虑到我们远道而来 浩克的石柜大哥建议我们 先到他的家中避一避风 顺便也可以品尝一下 美味的港八羊肉 来到石柜大哥家 我们发现院子里竟然有一个大温泉 这就是一个温泉嘛 这是你家的温泉啊 怪不得我一走进来就有一股浓浓的这个硫磺的味道 就是这个的味道是不是 硫磺味道就是这个温泉 由于港八县的地热资源非常丰富 像石柜大哥家这样的温泉 在当地还有好几处 从院子一进来之后就感觉这个水一直在冒热气 我能试一下吗 哇 还挺烫的 哇 这个水温得达到多少 经营温泉是石柜大哥除洋洋之外的另一份收入 生意好的时候 温泉四周的房间每天都会住满客人 由于外面风大比较冷 热情的石柜大哥把我们拎进了家里 哇 好暖和 外面特别冷 请你们坐 谢谢 大姐 你好 我们准备那个吃羊肉嘛 准备吃饭 先煮这 羊肉这里煮起的 哇 真是太幸福了 谢谢 一进入家里 谢谢 石柜大哥的妻子便热情地给我们倒上满满的酥油茶 谢谢 哇 先喝一口 找找暖和的感觉 谢谢 这个酥油味道怎么样 很香 很浓 由于锅里正煮着羊肉 整个房间弥漫着香凉的味道 当地人炖羊肉 一般都喜欢用土桃做的砂锅 而且除了盐之外 不放其他任何素料 这样煮出来的羊肉 可以保持原汁原味 这里面只加了盐 什么都没加 尝尝味道 哇 好有你瞧劲啊 谢谢 谢谢 好像我们印象当中这个羊肉 都有一股它特殊的那个山味 但是这个没有 这个很香 很香 没有山味 虽然只加了一点点盐 可是那个肉香味 一进嘴里面 马上你没嚼两口 全冲到嘴里面 特别好吃 而且这个羊肉很筋道啊 就是 因为品质好 港八羊肉的价格 比一般的羊肉 都要稍贵一些 但依然是功不应求 在外面跑了一天 大风一吹 回家来吃热腾腾的羊肉 再喝了热腾腾的酥油茶 一下子从里暖到外 我刚刚在外面还吹着 觉得头疼了要命 现在吃了一口羊肉 完全都好了 是不是吃这个 可以缓解高原反应 就是 港八羊肉 除了在当地出售外 主要交往日喀泽 和拉萨当地 石贵大哥说 他们家每年的收入 基本上都能达到 六七万元左右 前往夏尔巴人的家中 体验神秘民族的独特民俗 原来这是一根 长长的吸管 喜马拉雅山上的条夫 夏尔巴人为何文明世界 天哪 好重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大好和尚之日 三级阶梯 看中国第三级 世界屋脊上的生活 正在播出 作为中国地境的第一阶梯 青藏高原除了辽阔的草原 少部分地区 则为比较温暖河谷 在日喀泽定日线 翻越五千多米的 喜马拉雅山脉高山区 海拔便迅速下降 沿途瀑布河流相搬 植被淹冒密切来 设置组来到海拔 两千多米的河谷地带 这里的陈塘镇 是中国夏尔巴人 最主要的聚居地 夏尔巴人 以喜马拉雅山上的 挑夫组成 他们应给攀登 珠穆朗马峰的 各国登山队 当向导或背夫 而文明于世 并且至今保留着 独居特资的民族文化 在陈塘镇纳当村 我们跟随向导 丹增 来到当地一户 夏尔巴人家中 哇 你好 你好 你看你看 盛中打扮特别漂亮 这位怎么称呼啊 这位大姐 编琼 编琼 你好 你好 我叫天娇 我们是来寻访夏尔巴人 但是我没想到一见到你 你穿得这么漂亮 太好看了 据冰琼大姐介绍 她是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 才特意这样盛装打扮的 不仅如此 在她家里 还有不少的夏尔巴人 在等着我们 里面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 她们都是在等我们吗 对对对 咱们等我们 女主人在说些什么 她在说 进去 进入室内 冰琼大姐热情地招呼我们 赶快坐下 盛装打扮的夏尔巴人 给我们献赏了她们代客的美酒 天呐 这是什么 这是鸡爪骨酒 鸡爪骨酒 天呐 哇 谢谢 谢谢 这些红色的小颗粒是什么呀 这是鸡爪骨子 哦 我现在才搞清楚 鸡爪骨的骨不是骨头的骨 是骨物的骨 这里面亮的这些骨物里面有吗 鸡爪骨是西藏特有的农作物 属素米的一种 因形似爪子而得名 哇 真的耶 真的很像鸡爪子 所以才叫鸡爪骨 用鸡爪骨进行发酵酿酒 是陈塘夏尔巴人 长久以来特有的一种风俗 饮用时把已发酵的鸡爪骨盛入酒桶中 加上开水便可以饮用了 用相银的竹管喝酒 也是夏尔巴人独特的一种喝酒方式 使用时用手指按住竹管一头 往木桶里插几下 这样竹管里就会吸上些酒 然后将竹管倒过来松开手指 倒掉竹管里的酒 这样相当于将竹管清洗一遍 竹管消毒之后 插入木桶中就可以开怀畅饮了 你瞧 原来这是一根尝尝的吸管 尝一下 这个味道呢 有一点酒味 但是并不像白酒那么浓烈 有一点淡淡的这个煞头 但是很温和 是不是因为这是加了开水的缘故 对 鸡爪鼓酒一般只有三十几度 并不浓烈 就像夏尔巴人一样很温和 品尝着鸡爪鼓酒 盛装打扮的夏尔巴人 唱起了筑酒歌 据丹曾大哥介绍 陈堂夏尔巴人 虽然属于藏族的一支 讲的也是藏语 但在藏语中 夏尔巴人表示的是来自东方的人 关于夏尔巴人的来历 有很多版本与传说 其中一种说法是 他们的祖先是西夏王朝的党像族人 后来西夏覆灭 其后代的一支为了逃避战乱与屠杀 辗转周折 最终定居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 现在主要分布在中国 尼泊尔 印度等这些不同的国度 那个歌词的大意大概是什么 就是那个欢迎远方的客人 大意是这种 也就是热情欢迎我的意思 我能不能走近跟他们交流一下 你们好 你瞧每个人都是盛装打扮 他们都戴了好多串项链 然后裙子上的装饰也很多 陈唐夏尔巴妇女的服饰 与藏装基本相似 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看他们的头饰 除了是一个这样的小帽子 这里好像都是用钱币是吗 对 钱币 陈唐夏尔巴妇女的帽子 一般会在帽檐 是以酒梅巷上凸起的银币 帽顶则会插上杜鹃花和孔雀羽毛 帽顶象征清澈的湖泊 帽檐象征微恶的高山 寓意为群山环抱着美丽的湖泊 这些设计都是陈唐夏尔巴人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 还有这个银项链 银项链 还有这些跟藏族不一样 这些跟藏族差不多 天哪 我真的用手颠一颠 分量好重啊 这些银币项链 与银式的物品象征着富有 不过由于中国的银币比较难找 陈唐夏尔巴人 一般会使用尼泊尔 或者印度等邻国的银币 随着开放 陈唐夏尔巴人的服饰和歌舞 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010年 陈唐夏尔巴歌舞 还入选了第三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能不能也教教我怎么跳 好不好 好不好 在重大节语重要活动 或者有重要客人的时候 陈唐夏尔巴人都会穿着 这样的盛装再歌再舞 陈唐夏尔巴人 有着太阳般的热情与活力 有着唱不完的歌 跳不完的舞 以及纳数不完的欢乐 除了歌舞 陈唐夏尔巴人还保留着独有的婚嫁方式 丧葬风俗 以及其他独特的民风元俗 在陈唐镇 大部分的夏尔巴人除了重地外 依然从事着他们最擅长的背负工作 在纳当村村中 一位背着包裹的夏尔巴人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先把这个放一下 好重 你看整个这个篮子 筐子都筐在头发这里 你不要点着嘛 来 我来帮你 哎呀 这些背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东西 它是替游客背的 它是替游客背的东西 替游客背的 夏尔巴人一直以来都是以背负能力强而文明世界 由于长期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之中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 夏尔巴人就开始为盘登喜马拉雅山脉的登山者 充当向导和挑夫 几乎每支登山队伍中都有夏尔巴人 夏尔巴人也因此被称为喜马拉雅山上的挑夫 世界上成功盘登珠峰 无仰登顶珠峰 以及在珠峰遇难人数最多的都是夏尔巴人 比较重啊 我能不能试试 哇 我刚才帮他练了一下 觉得已经觉得很重了 你是怎么背 就这个 用头部腹中 是夏尔巴人最常问一点背负方式 据说这是因为夏尔巴人经常是在险峰的山中行走 这种背负方式可以让他们在遇到意外的时候快速地气火逃生 天哪 好重啊 你们松手了吗 我都看不到 行吗 好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好 慢点啊 真的很沉 而且在我身上 好重啊 那个重量全部压在我的头部 我的脖子都伸不直 而且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背得那么稳当的 我背得都歪歪斜斜的 对 很重 据说夏尔巴人因为血液中的血红蛋白能度高于常人 所以烫的体质比常人的好 抗缺氧能力也特别强 为各国登山队以及游客提供向导和后勤服务 以成为许多夏尔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我们刚刚看到很多夏尔巴人背着那些东西都是你们的吗 对 都是我们 你们也是 他们真的很不用 从短短的这一点点的时间里 就看得出夏尔巴人啊 他们特别能特别勤劳 特别能吃苦 背负工作挣得钱品不多 但却是许多陈塘夏尔巴人除重力之外的重要收入 简单的交谈让我们感受到 夏尔巴人之所以能受到人们的敬佩和尊重 除了他们异于常人的体质外 还有特殊的生活环境塑造出来的淳朴和吃苦奈来的精神 由于陈塘镇位于西马拉雅山脉身处 这里山高谷深 夏尔巴人的房屋只能建在山腰的平坝上 河谷则把它们分成了不同的村庄 我们看到的这些房子是尼泊尔基马唐镇的村庄 两个村庄之间的嘎马藏布江是中里两国在这里的国际县 在没有通公路之前 陈塘镇的夏尔巴人为了生存 经常要到尼泊尔去打工 然而现在则换成了尼泊尔人来中国这边打工和做生意 大舟大哥 帮我翻一下 是你自己过来的吗 这位讲着造语的夏尔巴姑娘 是来那当村做生意的尼泊尔人 就同步过来卖东西来了 就是这个是吗 我能看一下吗 你看这是他带来的东西 就是我们看过那种很漂亮的小帽子 这个你卖多少钱一个 人民币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 纯手工的小帽子 据丹塞大哥介绍 很多尼泊尔人经常会债些手工一品来中国这边出手 然后再从这边购买一些商品回去 两国的人民呢 因为住得很近 所以都用自己最好的商品来互相的交换 这也是他们生活当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收入 是这样吗 对对对 他们那个贸易互付性很大 你看你看说着这边就开始在买帽子了 觉得五十块钱一个贵不贵啊 我们这钱呢 七六八十 因为熟悉了 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易不会有太多的讨价还价 挑中的商品直接付钱 一桩生意便总完成了 尼泊尔人来这边除了做生意外 还经常会购买一些中国的商品带回家去 这里是货仓一样 他要拿一袋大米走 在纳当村里家小商店内 我们遇见了一位大正女儿 特意来纳当村购物的尼泊尔人巴桑 你看这个小商店里面什么都有 还有卖服装的 也有卖一些像这样的涂料啊 什么机油啊 包括这个饮料 还有收音机CD机都有 这袋大米多少钱啊 六十五 只买一袋大米吗 还要买什么 买两袋大米 哦 两袋大米 据小商店的老板介绍 随着公路的修通 大量的中国商品 可以从拉萨和日喀泽等地运进尘堂来 和对岸的尼泊尔人 也开始经常来尘堂这边购买中国的商品 因为经常往来 他们之间早已经非常熟悉了 看到那个收钱的那个罐子里面 能拿给我们看一下吗 你看 你看 这收钱的罐子里面 不光有这个人民币 还有像这样的钱币 这是尼泊尔币吗 可以直接拿尼泊尔的钱 在你这边买东西 在这里要是互相交易的话 你都不需要去换取一种 同等使用的货币 只要拿着自己国家的钱在这里 直接进行买商品就可以了 谢谢 巴桑买完大米后 直接离开了商店 刚刚买了米 怎么不拿人一块走 交谈之后我们才知道 巴桑的母亲是从哪当村嫁到尼泊尔去的 在哪当村 巴桑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在这里 来这边除了购物 还可以顺便走亲访友 在这里 像巴桑家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 两国的人经常互相通婚 在当地人看来 他们之间没有国籍的区别 而是轻如家人一般 看云中桥梁 悬崖上的真桑寺 我现在其实是站在一个悬崖峭壁上的建筑物上 学传统藏箱制作 四百多年了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大好河山植 三级阶梯看中国第三级 世界屋脊上的生活正在播出 在青藏高原 人们虔诚的信仰 让这里佛寺遍布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路的日喀泽亚东县 与印度和布丹接壤 有异常连三国的美誉 这里的真桑寺虽然不是当地最有名的 却是最有特色的寺庙 我现在其实是站在一个悬崖峭壁上的建筑物上 这整个寺庙全部都是建在悬崖峭壁上的 他们当地人也喜欢把这里称作是自然形成的寺庙 而我的正前方视野也非常的开阔 非常有层次的这些云朵和雪山接壤在一起 前方离我近的是一片很雄伟的大山 景色特别的美 真桑寺在藏语中历寺是云中的桥梁 寺庙的前身是藏传佛教莲花生大士的修行洞窟 后来当地的村民和僧侣自发主持在悬崖绝壁上 修建了这座寺庙 距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寺庙修建于悬崖之上 看似陷峻 却在数次强烈地震中毫发无损 寺庙中至今仍保留着莲花生大士当年修行的洞窟 这边就是莲花生大士修行的洞窟 哦 坐在这里 对对对 你看 走进来就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已经完全是山体了 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边的这样的岩壁 这样的石块 完全是自然的山体 其实你看这里已经完全是山石了 而且非常的光滑 这其实是不是也就代表 以前来朝圣的人非常多 就是来的人多了 所以这个岩石磨得特别光滑 嗯 我们进去 进去朝拜乡 可以进去是吗 可以可以 好 走 沿着台阶穿过狭小的山洞 并可以到达莲花生大士修行的地方 穿过洞窟之后上来你看 是一片这么开阔的景象 而且这里挂了很多堂卡 这 这边就是莲花生大士修行的地方 由于真桑寺位置偏僻 交通不便 很少有人会来到这里 这位名叫可桑比索的僧人告诉我们 以前他们喝水都要下山去杯 现在当地政府不但为他们接通了自来水 而且还给他们配备了供电的太阳能电池板 它这个现在应用电的就范围就增加了 现在这个电安起来以后 比如说我们藏族喜欢喝酥油茶 我们僧人也是一样的 打酥油茶的那个电动酥油桶 对啊 可以带动 然后还有电话 我们这里也按了微信电话 移动微信电话 这里有微信电话 对 也可以用这个电能 然后到晚上的照明是一直照的 可以说照很长时间到两点左右 然后这上面还可以其他的一些小的电器也可以使用 也就是说每两个僧人一块 这个太阳能板完全可以保证他们的用量需求 可桑比索告诉我们 虽然现在的真桑子生活更加方便了 但僧侣们依然坚持着最刻苦的修行方式 他们每日诵经礼佛 面朝灵敏的雪山云海 不为外界做干扰 这种看似单调的生活中 却有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宁静与平和 青藏高原寺苗众多 位于山南渣南县的敏株林寺 不仅有着西藏第一学府的美城 还因传统藏香制作声明远播 敏株林寺初建于公园十世纪末 是藏传佛教宁马派的主寺之一 一进这个院子就闻到好浓的药味 像中药一样 是是是 差不多中药的一共一样 是 就是中药 这个都是天然的 天然的 天然的 我们那边这个块水一定也没有 用这些纯天然的材料制作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藏香 敏株林寺 正是三大传统藏香生产地之一 藏香生产的诸国僧人 丹僧大师告诉我们 敏株林寺自制的藏香 在古代真宫布达拉宫 罗布林卡及内地宫廷使用 单单它的藏香原料选择 就非常有讲究 这个呢 这个是首正生 这个 草红花 这是藏红花 草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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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红花不一样 还不一样 这个是草红花 我们比较熟悉的 常常听到的就是草红花 草红花是 一斤四十五十多 那草红花 草红花是一斤一万左右 一斤就要一万块 那这得有几斤 这一斤的 一斤 我现在手上捧的就是 一万块钱的草红花 我们这个是中等的 这还只是中等的 不是特别 中等 特别的香 味道非常的浓 这是穿山甲 穿山甲 穿山甲是中国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所以现在 敏珠临寺 采用的是 人工两只的 穿山甲鳞片 同样可以保证 敏珠临寺 藏香的品质 一共是 一千六左右 一千六左右 一共是一千六 敏珠临寺的藏香原料 一共有三十多种 全是名贵藏药和香草 不同的搭配和配比 可以使藏香产生解毒 杀菌 净化空气 预防病毒传播的功效 而要在藏香里 真正体现出 藏药的价值 需要齐齐繁琐 考修的加工过程 就这样 不停地磨 磨了以后再筛 筛子里细细的 我看一下这个筛子 有多细 这个筛子比我们平常用的 这个面粉筛 还要再细一点 慢慢地抖 慢慢地抖 然后 其实这两位师傅是方便我们的拍摄 才把上面的盖子给拿下去了 如果他们按照往常的这种制作方法的话 是要盖上盖子的是吗 盖子 盖子不怕 就拿这个这样 碎起来 怕有这个粉末 因为这些药材都太珍贵了 不能浪费 对的 细细的粉末就慢慢地这样落下去了 两个人这个好像六斤就有一天 一天只能磨六斤 穿山甲的鳞片有活血散结的功效 是藏香制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原料 因为它质地坚硬 加工起来尤为复杂 即使砸成粉状 它的加工也只是完成了一小步 一片一片地打碎 打碎以后再细细就这样 要随一起 半个月就这样 要磨半个月 半个月 半个月这机器停吗 就这样细细地再研磨半个月 就做成这样的了 就做成这样的小泥块了 这样闻起来是有点腥味 有穿山甲鳞片的磨制过程中 要不时地往草里加水 加水的多少完全靠经验 用这种传统工艺半个月 你只能磨出三件原料 不同于穿山甲鳞片的水磨 很多原料必须用水煮 要煮多长时间 煮多长时间 两天两夜 两天两夜才行 完成了这道工序 几十种原料就终于可以混合在一起了 但它们的混合方式却非同一般 盖了几层 这得有四五层 对 夏天要少一点 夏天要少一点 冬天是 冬天为了温度 多一点 这样 好香啊 烫的时候要热 然后盖子烫多一点 然后这个药都是一起 味道合起来的 一起合起来 我明白了 因为这一种脏香里面 就有几十种的药 为了让它们的这个药的香味都融合在一起 不会特别的孤立 所以要放在这边 对的 要焖几天 两天 两夜 两夜 对的 非常的香 能够感觉到它们这种慢慢融合 在一起的这种过程 丹增大师告诉我们 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发酵 在保证温度和湿度的情况下 让各种原料有效融合 才能散发出独一无二的味道 而在制作成品脏香前 还要把融合好的各种原料 用手免半个小时以上 以增加它的粘度和韧性 保证最后做出的成品脏香细腻又光泽 细细的一根香 你看需要多少人 一起来压 一二三四 得十几个人一起来压才行 这压出来的香这么长啊 对对对 一二 你看还得有专门一个人用手这样理着 对对对 我在这近处啊 都能够听到 这个木头之间 吱嘎吱嘎吱嘎的这种声音 对对对对 像这个用了多少年了 现在这个四百多年了 四百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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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马列州 对对对 那是从第几代的时候就开始用了 对我们第一代的这个开始用了 从第一代也就是 是做出这个葬香配方的那位吗 对对对 米竹林寺这种制作葬香的传统设备是采用人力挤压的方式 把原料球放入其中 通过十几个人齐心协力 压出细细软软长长的葬香 前人的智慧彻底让我们折服 也让我们的记者经不住想尝试一把 这里夹住 然后这只手呢 手指这个下 用一只手指勾住 开始 拉起来 拉起来 快点 还要再拉 不行了 不行了 这只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这个还能再整理好吗 能够整成型 还要整理 还要再整理 还要再整理 真的 我觉得要手啊跟眼睛要配合好 还要跟这几位师傅一起配合好 他们在往下压的时候 要拿手上慢慢的比起来 一番手忙脚乱之后 我们总算是亲身体会了高品质藏僵的来之不易 我干那个不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 我可以这个 手都够不够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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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 我来 好 来 可以 好 往下压 哎呦 我听他们有 有人说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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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来 停下来怎么说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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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做好的这个脏箱啊 然后再把它一条一条的鱼齿 它的长度呢 长度是 大概 28厘米 28厘米 那这些多余的怎么办 剪掉 多余的剪掉 剪掉 还能再用吗 还可以再用 敏竹林寺的脏箱 根据脏药的配比不同 分四个品级 品级不同 价格也不同 一级的脏箱六七十元一把 最低品级的十多元 现在 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网店 开始在网上销售 如今 敏竹林寺的脏箱制作 部分工具开始由机器来代替完成 而前期的配比 模制 仍然延续传统方法 保证了敏竹林寺脏箱的品质 丹江大师啊 是脏箱调配秘方的这个调配者 那自然而然 也是秘方的掌管者 那秘方是放在哪呢 在这边 在这座店里 敏竹林寺藏箱的制作是大胆相传 但配方只有主管僧人才能掌握 丹增打师是第二十五大传人 因为我们远道而来 丹增打师魄力把我们带到了 敏竹林寺的寺庙树屋 一些书籍 还有一些佛典 这钥匙只有您有吧 只有 还是很期待的 就在这个柜子的最底部的这个小格子里面 这些是谁写的最开始 最开始的是我们这个敏竹林寺建筑的德德林寺 是仁曾大师是吗 对的 就是创建敏竹林寺的那位大师 对对对 敏竹林寺创建的德德林寺 这么厚这得有多少页 这个两百多页 两百多页 那他记载了几种藏香制作的方法 这个十几个 十几种秘方 两百多页厚厚的 对的 看来是记载的非常的详尽 非常的清楚 什么香制什么病里面也有记载吗 对 都写的 都写的 小货 这个原料 什么什么有多少颗 这个是十四 十八 二十一这样的 我们是看不懂的 都是用藏文记载的 但是能够一睹它的真容 已经是非常难得非常幸运的了 对对对 除了密放的记载 丹曾大师告诉我们 关于藏香的很多内容 还是靠口口相传 因为藏香原本主要用于宗教仪轨 所以它的调配 是非常圣洁和神秘的事情 每次配方掌管者都要独处一事 完成一次调配 需要四个小时以上 每次配置藏香的时候呢 丹曾大师必须亲自完成 那周围有人吗 有旁人吗 没有 没有旁人 就是自己一个人 那一般配置的时候 您都需要些什么呢 没有这个 秤 秤 秤 这有点像药店里面的那种呢 小秤 对的 看上去也很古老了 是 古老 对的 有多少年了 西北多年了 藏香这个皮疗 开始这个秀 也是仁曾大师 仁曾大师 留下来的 留下来的 敏珠林寺有西藏第一学府之称 是西藏稍有的集藏衣 天文地算 藏文书法 等多颗历史文化为一体的学府型资源之一 看 西藏天文气象力书 就一直是用敏珠林寺的 一直是一直的 这是藏药 是五味藏药 五味藏药 敏珠林寺用一根藏箱 一本藏笠 一颗藏药 让我们理解了那句 世界之巅在西藏 西藏之源在山南 在世界屋脊之上 严苛的生存环境 并没有限制高原上的居民 创造出灿烂而独特的文化 人们生活简单 认真 知足常乐 让行走旗舰的我们 心中充满敬意